每年春运,一节节绿皮火车车厢,承载着人们归乡的热切。 随着全国铁路调整列车运行图,新型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动车组,CR200G型复兴号列车,俗称绿巨人,将代替老绿皮火车上线运营。 亮丽的造型颠覆人们对朴素列车的印象。 1月4日下午,记者来到北京铁路局北京车辆段,登上列车提前感受新车全貌。 绿巨人复兴号将是首个在朴素线上开跑的复兴号。 相比以往Z字头直特列车采用的25T型客车,绿巨人黄绿相间的色调显得更加鲜艳。 之所以保留了它这个国怀绿的颜色呢,也继承了铁路我们铁路原来绿皮车的一些优良的一些颜色。 你比如说绿色象征着这个和平,也可让人看起来呢,也心旷神怡。 走上列车,宽敞贴心是给人的第一印象。 以硬座车厢为例,之前的老绿皮火车定员118人,升级的绿巨人定员98人,坐椅间更加宽敞。 同时全列提供WiFi服务,方便旅客娱乐休闲。 实际上就是增加了旅客的这个乘车的体验和舒适度,大家看那座椅呢,也都是可以调节的,这些座椅的靠位可以根据旅客的需要进行调节,然后呢可能也更加宽敞,更加舒适了。 每个座位的后边都增加了这种电源的插座,USD的接口,满足这方面旅客的需求。 据介绍,绿巨人最高时速可达到160公里,北京到杭州、上海可实现西发招致。 同时为满足长途旅客的需求,卧铺车厢也有所增加。 一等握车呢,定源的都是七截,然后定源的每截定源的都是40人,是280人。 这个六截的叫做二等握车,每截定源的是66人。 那实际上呢,六截车厢就是396人。 然后还有一截叫做餐车和硬座的合造车,定源的是46人。 所以现在呢,咱们现在在这个车底上,全列的定源的是918人。 比原来的这个动过的列车,可能这个定源上要有所增加。 在更换新车后,对司机来说驾驶也更容易。 新的绿皮车复兴号可以定速巡航,操作台也由以前的按钮板扣改为触屏。 而且,车辆从速度模式改为转距模式后舒适度提高, 不会再有框当一下人往前冲的冲动感。 司机在操动过程当中,提速也好,就是进站,降速进站也好。 这个冲动更小了,因为新技术投入以后, 咱们司机完全可以通过我这个迁移模式的改变, 让它平稳的起车和进站停车。 为营造无油烟环境,绿巨人复兴号全列进烟。 餐车也改为提供冷链食品,加热后即可食用。 据介绍,绿巨人复兴号列车将在春运前, 在金户铁路投入使用。